美國《福克斯新聞》8月9日報導說 大量的虛假駕駛執照從中國等地湧進了美國 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芝加哥港主任拉爾夫·皮克什瑞里說 這些偽造證件主要是針對20多歲的美國年輕人 而且偽造得非常真實 根據一份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報告 芝加哥的奧克爾機場 2020年上半年緝獲了19888張偽造的美國駕駛執照和其他假證件 德州達拉斯海關去年以來受繳約2,000個假證件 肯塔基州路悅斯維爾市的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查獲了6,000多張偽造的駕駛執照和空白的駕駛執照 曼菲斯市查獲了527個假身份證 調查人員說所有這些東西都是來自中國 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路易斯維爾港主任托馬斯·馬恩 認為假證件用來可供於與恐怖主義犯罪有關的個人使用 不過網媒《盧德社》認為這些虛假的駕駛執照 可以用來操縱美國大選 因為在美國駕駛執照就相當於身份證 可以作為大選的身份證證 盧德社分析真正決定美國總統聲酸與否的 取決於中間搖擺的50萬人 只需要將特定搖擺地區用偽造證件拿下來就可以了 有近2萬張假的美國的駕駛執照 從中共國做出來的 然後被芝加哥的機場截獲 2萬張中共國印製的 大家知道在美國一個駕駛執照 它實際上就是相當於身份證 因為在美國沒有裝中共一樣的身份證 也不可能天天帶著護照 因為美國很多人都沒有護照 他不申請護照的 這個駕駛就是他投票的ID 所以大家想想 這個2萬張這是被截獲的 那有多少沒有被截獲的 沒有被截獲的有多少 是不是 這裡頭大選臨近啊 11月份 現在這個11月份的大選 現在很多很多地區啊 都是採用說郵寄的方式 就是本人都不去 那郵寄的話 那本人不去的話 是不是 那就什麼呢 那只是出一個ID 那ID這裡面 可能這些信息都是真的 就是這些ID的號碼 都是在網上可以查到的 但是照片 他可能就換掉了 換了某某另外一個人 大家想想啊 那真實的ID 你都還沒得來得及投票 他就直接啊 那些作假的ID 他就可以用這個 通過郵寄的方式投票 這個事情呢 絕對是可以影響美國大選的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大選 很多人說 這個中共國 做不了多少班 我告訴大家啊 美國大選真正決定 總統 不超過50萬人啊 不超過50萬人 記住啊 別看有幾千萬啊 投票 但是 投民主黨的 他鐵定的都是投民主黨 投共和黨的票倉也是鐵定投 中間搖擺的 2016年最終決定 川普總統贏了 只贏了7萬張選票 中共如果通過大數據分析 可以判斷得出 就抖音這種大數據分析啊 可以判斷出這些人 哪些是搖擺的 哪些人啊 之前投票 到底是支持川普還是 反對支持拜登的 中共通過抖音收集的大數據 並且 中共黑客 中度取了 美國三大信用公司的 幾千萬社會信用信息 可以知道誰是搖擺的 如果數據分析做到為 造假選票分配到這些搖擺州 就可以每個州5萬張選票 就能夠把選情徹底改變 自由亞洲電台在8月7日報導說 前兩個星期被美國關閉的 中共駐侯斯頓領事館 被美國FBI發現 向一些年輕人團體 特別是非裔 用TikTok定點推送 度新訂造的暴動組織宣傳短片 從而操縱美國國內的 黑命貴和Antifa暴亂 以搞亂美國 阻止特朗普總統連任 知識譜 迷惑 防禦 部長 通道 不知 此 警察 f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